今年的双城论坛传出可能喊咖了吗 原本提早到6月底 但却传出了大陆方面将延后甚至是取消 虽然北市府发言人否认 强调双方目前都还在讨论阶段 但因为近年近来是WHA跟李明哲事件不断发酵 加上柯市长的一五新观点似乎已经派不上用场了 让外界屡屡质疑双城论坛可能面临停办危机 我们表达我们的善意嘛 剩下就看他们的情报 双城论坛最后他们不来了不办了 那你觉得呢 那也没办法啊 双城论坛真的卡关了吗 原本考量8月举办师大运才提前到6月底 但若再被大陆临时喊咖 7月初也办不成可能面临停办危机 双城论坛原则上整个市议会 我们会支持续办 城市跟城市交流很好 但是市长应该要讲清楚 你到底又哪里得罪人家了呢 邀科市长自己好好负责 因为从2010年开始 双城论坛没停过 台北上海轮流举办 签订多项被忘录 实质交流 一方面当然也代表维系两岸关系 但万一这唯一双方友好管道被切断 或若真的等到世大运后举办 届时遇上中共十九大 参加论坛的与会层级恐怕也不高外 等于柯市长提出的一五新观点 两岸一家亲大陆不领情被重重打脸 如果双城论坛这次生病 或者这个规格降到我们其实很意外的一个格局的话 那么可能对柯P他过去很自豪说 他能够维持这个两岸关系 处理好这个两岸的交流 那我觉得到时候可能会被减分 目前都还在有双方的 而木屋正在讨论细节当中 那因为市府其实本来就没有对外说 我们什么时候会举办双城论坛 所以自然也没有媒体报道的延期的说法 强调绝对会举办 但讨论进度到底在哪里依旧口风很紧 但依照网例 论坛举办前两三个月就会分排工作 但至今仍无销无息 加上大陆不断给柯市长软钉子碰 也难怪外界质疑声浪不断 欢迎讯上林静祥 吕扎横台北报导